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次在地院之中 冰心谷那叫谭廷和的美妇就跟杨开说过了 火药宗有一团前天雷炎 是火药宗的立宗之本 也是镇宗之宝 威力无穷 火药宗的舞者若是实力足够的话 就会借助前天雷炎的威能 修炼前天雷火这一秘术 张琴显然是够资格的 这一团属于张琴的前天雷火又一出现 火鸟气灵便跟打了鸡血般飞扑下去 一口将那团前天雷火咬住 吞入了腹中 发出极其畅快的叫声 回来 杨开招呼一声 气灵立刻化为一道火光 飞射进杨开体内 消失不见 转头看了看四周 杨开发现 那些人似乎还沉浸在震撼之中 没有回神 而不少人也都下意识地避开了杨开的目光 仿佛生怕被盯上一样 杨开呵呵一笑 朗声道 哼 放心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我不过是想要一块宽敞点的地盘而已 各位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听他这么说 那些警惕的舞者才松了一口气 紧张的神色逐渐缓和下来 以杨开刚才表现出来的强势 他若是盯上什么团队的话 那团队肯定没有什么好结果 张琴一行六人 说死就死了 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这里最强大的一个团队 也只有九人而已 没有人有信心能抵挡住杨开的狂暴攻击 化解他的强大市场 继续参悟吧 我想现在没人会来打扰我们了 杨开冲钱通和林玉饶示意道 两人面面相觑 神色茫然 仿佛也有些不敢相信 刚才他们见杨开动手 毫不犹豫地参与其中 根本没想到 胜利来得如此轻松 他们以为会有一番苦战 或许还会陨落在这里 但他们的对手却毫无反抗之力 他们在击杀对手的时候 很清楚地感受到对手的无能为力 导致现在战斗结束了 两人还如智梦境 杨开你好像成长了很多呀 你在血域里大有收获吗 钱通狐疑地望着他 上次他随杨开一起攻打幽暗星三大巨头的时候 杨开还没有这么恐怖呢 当时钱通虽然觉得杨开潜力无穷 但毕竟没有成长起来 他觉得自己的实力可能跟杨开半斤八两 不相上下 可是如今他却只能仰望 修为的提升只是一小部分原因 在市场上的造诣 才是杨开的最强资本 钱通隐约觉得杨开这一次血域之行 肯定收获不小 还行吧 杨开淡淡喊手也没解释太多 钱通轻轻喊手收敛心神 不再多想 正与盘西坐下的时候 忽然又道 对了杨开 赵兄他 你坐住 杨开灿然一笑 自顾地盘西坐下 钱通点头 想了想 走到不远处 亲自来到待站在原地 如傻了一般的赵天泽面前 低声跟他说了起来 好一会儿 赵天泽才神色有愧地返回 寻觅了一个位置 盘西坐下 神色复杂地晃着阳开 他确实有愧 之前他贪生怕死 没有留下来 与钱通等人同甘共苦 如今敌人已经尽数辅助 他又来捡现成的便宜 赵天泽颇有些无地自容 若是别的事情 赵天泽极有可能就拒绝了 做人总要有点尊严才行 可玉石山对他的诱惑实在太大 即便感觉很不好意思 也只能硬着头皮返回来 如今坐了下来 只感觉老脸火辣辣的烫 赵兄 别想太多 刚才那情况 任何不了解杨开嫡婿的人 恐怕都会做出那种选择的 你不必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地方 赵兄你的为人 全某还不清楚吗 钱通宽慰道 赵天泽苦笑不迭 眼神闪烁的瞥了几眼扬开 见他一动不动 也没有要说话的意思 才长长的叹了口气 恳怯道 赵某感激不见 他都不好意思开口说话了 钱通拍了拍他的肩膀 示意他大胆放心的参悟就是 玉石山四周 被上百号返徐三层镜五者 围惧得水泄不通 各大大小小的团体 都占据了不同的位置 杨开等人占据的位置最大 即便他们只有四个人 也无人敢来冒犯 地上残留的尸体和鲜血 彰显了之前曾经发生过的大战 杨开这个小团体两侧 空出来好大一块地方 也无人敢占领 不时的便有闻讯而来的武者加入进来 乍一见到那边的两块空地 都不由的眼前一亮 欲要占据 但一看到地上的几具尸体 皆都神色变换起来 最终不舍得放弃 半日后 玉石山四周被围惧了整整两圈 来到此地的武者数量已经高达两百之多 还不断的有武者从远方赶来 冲突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那些人数较多的团队 都想抢占好一些的位置 先来到此地的武者团队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双方一言不合便大打出手 不时的有人惨叫死亡 玉石山四周 隐然已经成了反须三层竞强者的葬场 那些在各大修炼之星 明镇南北的强者们 一个接着一个地陨落 场面火爆激烈到了极顶 但不管战斗如何频繁 杨开四人都没有再遭遇到挑衅 他们占据了很好的一大块位置 两侧的人都离他们远远的 这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会明白 这个小团体不好惹 自然不会来自找没趣 秦通 林玉柔 赵天泽 映然已经沉浸在玉石山 散发出来的奇妙当中了 杨开并没有参悟 而是盘西坐在地上替他们护发 看似是在防止不长眼的家伙前来闹事 但他的嘴角却泛着一抹诡异至极的微笑 凝视着前方的玉石 他的目光如同在望着自己的囊中 一日后 有不少正在感悟的舞者隐约发现了 不对劲的地方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玉石山散发出来的种种神奇 似乎正在不断的减弱 初始的时候 他们还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可等到仔细一查探 才发现确有此事 玉石山真的在慢慢失去效果 这个发现让舞者们茫然不解起来 不明白这存在了无数年的玉石山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故 两日后 更多的舞者发现了这件事 紧接着所有人都知道了 切切丝与生接二连三的想起 怎么回事 这才几天时间 玉石山怎么效果这么差了 你也是这种感觉啊 我还以为是自己的错觉呢 该不会是在此感悟的人太多了 所以把玉石山里的威能都给吸收干净了 放屁 哪一次玉石山出现 不会吸引这么多人过来 以前来这里的人只会更多 以前都没出过问题 为何这一次会出问题啊 难道玉石山真的要失去作用了 哎呀 快别废话了 趁着他还有点作用 赶紧参物要紧 等他彻底失去效果之后 这就是一座死神了 玉石山的诡异变故 让每个来此的舞者都察觉到了危机 他们不遗余力地参悟其中的玄妙 以其能获得最大的好处 等到第三日 玉石山外围的舞者们竟然感受不到任何神奇的意境了 只有靠近玉石山里层的那些舞者才可以有些收获 第四日 里层的舞者们也很难参悟到什么了 玉石山的效果似乎减弱到了最低程度 这种事情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玉石山是血域里的瑰宝存在了几万年之久 没人明白这一切到底是什么 只有阳开眼中隐藏的笑意越来越浓 悠得咔嚓一声轻响从某个位置传了出来 响洞虽然极其轻微 却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顺着声音朝那边望去 顷刻间不少舞者眼珠子颤抖起来 裂缝 玉石山竟然出现裂缝了 有人惊叫道 仿佛是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什么 玉石山会出现裂缝 不可能啊 更有人不愿意相信 玉石山是什么 那根本就是一块巨大的玉石 在此地存在了几万年 怎么可能会出现裂缝 可这质疑声才刚刚响起 便有更多的裂缝在玉石山上显露出来 那些细小的裂缝 就如蜘蛛网一般密密麻麻纵横交错 咔嚓嚓 不好 玉石山又毁了 他居然裂开了 这下发了 老子正愁弄不走这么大的东西 他居然自己碎开了 真是天助我也 各种大呼小叫 顷刻间响起 所有舞者都纷纷起身 或神色凝重 或表情振奋的朝玉石山关注过去 各自心里打着不同的主意 一种剑拔弩张的气氛忽然弥漫开来 本来相处和平的众多舞者 此刻都在四下打量 仿佛将任何一个陌生人都当成了竞争的对手 他们都打起了玉石山的主意 杨凯我们 全通吞咽了一口口水 也目光火热的望着玉石山 杨凯眉头紧皱着 神念往外扩张 忽然脸色微变口中低喝道 赶紧退 退 全通一乐 不明白杨凯为何这么紧张 走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杨凯没去解释 口中爆喝一声 同时身形往后击退而去 临走之前 顺手还扯了凌玉饶一把 凌玉饶一头雾水倒也没反抗 任由杨凯将她拖着 很快就退出了十几张距离 前凯 赵天泽一脸无措 将求助的目光投向前通 听杨凯的 前通毫不犹豫地化为一道流光 紧随在杨凯身后 他不知道杨凯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但是他选择无条件地信任杨凯 或许杨凯有自己的理由 眼见三人都已经退走 赵天泽站在原地 犹豫了片刻 这才懊恼地一拍大腿 也仅随着三人离开 场面已经混乱起来 随着玉石山上的裂缝增加 无数的舞者都在朝前方涌去 企图抢夺碎裂后的玉石 也有一些家伙精明得很 听到了杨凯的呼喊 察觉到了不对劲 并没有去趟这浑水 反而悄悄地往后撤去 使出反常必有妖 何况是玉石山即将碎裂 这么大的变故 不过这样的人不多 只有十分之一而已 更多的人都被眼前的诱惑 迷住了心神 没有在意杨凯的高声提醒 呻呻ски 响动声持续不断 玉石山似乎真的要崩碎开来了 在众木睽睽之下 那些裂缝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最终玉石山轰然倒塌 巨大的玉石山化为一块块 体积不一的玉石散落在地上 但让所有人都感觉到怪异的是 那些碎开后的玉石 跟出产自领域漩涡内的玉石不太一样 每一块都薄如蝉翼 不可能 这玉石山里面居然是空的 有人不敢置信地叫喊了出来 这些碎裂的玉石已经说明了问题 若非玉石山内部是空的 怎么可能在碎裂之后出现这些薄如蝉翼的碎片 眼前这一幕就好像一个空荡荡的陶罐被打碎了一样 这让许多人都无法接受 不过即便是薄如蝉翼的玉石 那也是玉石 在惊讶了几夕之后 所有人都疯狂地朝前方扑了过去 盯上了那一块块体积不一的玉石出手抢夺 场面瞬间失控 各种秘宝武器的威能绽放出来 将那方圆几十丈的位置照耀的肉眼几乎看不清楚 惨叫声响起 心血飞进 优得一层肉眼可见的波纹 从玉石山最中心的位置跌宕开 以极快的速度朝四周扩散 所有被这层波纹覆盖到的污者 都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自己的动作 脸色忽然变得惶恐不安 当那层波纹扫过他们的身体的时候 他们都感受到了一种危险的气息 那是玉场的气息 而且是极为恐怖的玉场 沉寂的玉石山独有的玉场 似乎再次死灰复燃了 不好 快走 又聪明的舞者大喊起来 再没人去哄抢那些散落的玉石了 每一个舞者都拼了命地催动圣源 疯狂地朝外撤退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